我是王浩 这段课给大家带来的是用SWIFT实现解锁 首先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解锁项目的大纲 课程说明 咱们主要掌握的是UITouch的原理 还有UITouch中常用的一些方法 然后咱们想一想 如果咱们进行触摸 就涉及到一个对象 叫做响应者对象 那么什么样的人 那么咱们就要想一想 什么样的对象才能成为这个响应者对象 响应者对象是继承这个UI Responder的对象 才能接收并处理事件 只有这样的对象 我们才称之为响应者对象 那么咱们前面设计到的UI Application UI5U Controller和UI5U 都是继承自这个UI Responder 所以他们都能去成为这个响应者对象 那么想想 咱们用触摸实现这个解锁 那么 咱们来看一下 看一个模拟器 因为咱们最开始一个程序 它是一个window 一个窗口 咱们是不能直接进行触摸的 咱们要触摸在什么 它的UI5U Controller或者UI5U上面 比如说我左右滑动 这也是触摸实现的 向左向右滑动 主要咱们随便打开一个APP看一下 这是也是用触摸实现什么 绘图 这个触摸是发生在UI5U上面的 那么 它就有 一个完整的触摸 一般来说是有三种方法 Touch笔干 就是当你的手指触摸在这个屏幕上的时候 会触发Touch笔干方法 当你的手指不停的移动 就会触发这个Touch move的方法 当你的手离开屏幕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Touch笔的 一般来说 一个完整的触摸 就包括这三个事件 那么继承这个UIResponder 它提供的是以下三种大的处理事件 第一类是这个触摸事件 第二类是加速机事件 加速机事件 就是咱们经常玩的微信中的摇一摇 这就用到的是这个加速机事件 还有另外一个 咱们用的蓝牙远程控制 比如说遥控器远程控制 用的是这个 咱们这堂课主要看的是这个触摸事件 怎么去绘制这个解锁 好 然后看一下 咱们主要讲的是这个 UI5UController和UI5U 一个UI5U 它是能够去成为这个响应者对象的 那么当你的手指触摸在这个屏幕上的时候 屏幕就会获取到你有几个手指头触摸在这个屏幕上 你看看 这三个方法中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NS Set集合 一个UIE Winter 这肯定指的是事件 它就是指示触摸事件 还是加速机事件 或者是远程控制事件 那么当咱们进行触摸的时候 这个Event 当然肯定打印的是这个触摸的事件 这个Touches 它里面放的是集合 放的是这个UI Touch对象 一个UI Touch 它对应的是一个手指头 好 然后咱们详细的看一下这个UI Touch中的一些方法 当我手指触摸在这个屏幕上的时候 就要获取到我的手指在这个UIU上的位置 当然 它的返回值肯定就是一个什么CJ Point Nocation inUIU指的就是触摸在哪个UIU上面 返回它的这个点的坐标 下面这个方法 Private Location inUIU指的是什么 当前触摸点的前一个点的位置 这个咱们在这里基本上用不上 但是如果就是咱们要实现这个把 在这个UIU上面放一个按钮 把这个按钮然后左右拖动 或者是直接放一个图片什么的 左右拖动 这个就是手指移到那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拖到哪里去的话 就会用到这个方法 然后这里再次强调一下 一次完整的触摸 会仅仅三个状态 Touches be Gun Touches Move和Touches End 为什么说咱们下面这个Touches Cancel 是可能经历呢 因为一般来说它就不会发生 比如说当我们正在进行触摸的时候 别人给你打了一个电话 你的触摸是不是中断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调用这个Cancel 一般来说一次完整的触摸 只包含前面三种方法 然后再说一下 这个NsSet的对象 每一次完整的触摸过程中 只会产生一个事件 就是说我触摸的时候 只会产生一个事件对象 要么是什么 触摸的 要么是远程控制的 要么是加速器事件的对象 只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的这个手指的个数 触摸的个数 那么有可能就不止一个了 有可能我第一个手指头先触摸 第二个手指头再次触摸到屏幕上 那么Touches Begun就会装 就会装两个对象 因为它就是触发了两次 但是如果是两个手指头同时触摸的话 它也只会走一次 就是当你的手指是一前一后分别触摸的同一个WU 那么Touches Begun就会调用两次 每次调用的对象的时候 它这个中间也只包含什么 一个UI Touch对象 但是如果你是同时的话 那么它就会封装两个UI Touch对象 那么咱们就可以根据这个Touches 里面的Touches的个数 判断是单点触摸还是多点触摸 然后这个Touches 它有一个TypeCount的属性 就是记录什么 我单击 还是双击 还是多击 然后咱们触摸是发生在UI5U上面的 但是当我触摸完成 我要把我所绘制的这个手势传给我的UI5UController 传给这个视图控制器 在这里使用的是协议 这个协议指的是正式协议 Protocol 因为咱们学过视图跳转 从前一个界面往后一个界面传直的话 那么给后一个界面设置一个属性 直接跳过跳的时候传过来就可以了 但是当我们就是把从后一个界面往前一个界面传直的时候 这个方式就不行了 那么咱们可以用到什么通知 协议或者Protocol函数回调 这都是可以的 在这里咱们使用的是协议 然后看一下咱们的项目功能集结图 咱们这个项目主要分为三个模块 第一个是设置密码 第二个是验证密码和修改密码三大模块 设置密码的时候 设置密码的时候 咱们在这里可以进行这个绘图 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按钮呢 因为如果我设置密码 我不想设置呢 我得回去啊 对吧 我验证密码 我如果忘记了第一次的我也得回去 所以说这个忘记设置密码 只是返回了什么 这个根式的控制器这里 设置密码 这里有提示设置新的密码 当你的手指在屏幕上绘制的时候 绘制完成 它又会让你提示再次输入密码 必须保证两次输入的一致 则设置成功 否则是设置失败的 设置成功 自动返回到根式图控制器 然后咱们在这里判断 是否写入成功 或者就是判断 我这个手势 有没有已经存入文件 用的是这个nsuserdefaults 在验证密码这一块 当然你首先要什么 直接验证 当你的密码输入错误 则验证失败 输入成功 那么怎么判断成功失败 就是拿你现在绘制的这次密码 和存入nsuserdefaults取出的密码 做一个对比 如果是一致的 则验证成功 返回到根式图控制器 在修改密码界面 首先你要设置什么 输入旧密码 当你旧密码输入正确的时候 你才能设置新的密码 然后是当你的新密码 两次一致 才能设置为新的 如果是两次不一致 则应该有相应的反馈 两次密码不一致 重新输入设置 当你两次设置成功 这个程序就正确了 项目就是大致分为这几个模块 然后下一堂课 咱们就会用代码去详细的去设计 我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怎么去设计 然后详细的设计每一个模块 怎么去用代码把它完成 实现咱们最终的这个项目 咱们要记录的就是 我们触摸 一次完整的触摸是 Touch笔竿 Touch木和Touchn 然后是存入文件 判断两次密码是否一致 咱们使用的是nsuserdefault 当我触摸完成 把这个手势 回传到unvucontroller的时候 在这里咱们使用的是protocol 正式协议 好 这堂课就到这里 下堂课咱们会详细去看 每一个模块 咱们怎么去实现 好 谢谢大家 下堂课咱们会详细去看